阿富汗现在的名字叫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之前美军的傀儡政府叫阿拉伯伊斯兰共和国 显然从这个名字的变化就能听出来 阿富汗拒绝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现在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是一个遵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府 也就是他们将严格按照1500多年前 从神话中诞生的古兰经以及圣训来治理国家 当然阿富汗和塔利班的故事 大家已经听了很多了吧 我这里就不做具体描述了 让我产生兴趣的是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彻底回到几千年前的思想并不只是塔利班的追求 而是整个中东 中亚 北非这些穆斯林聚集地区人民的夙愿 这些地区现在看来已经很落后了 伊斯兰国家的国力有多拉垮 从我之前讲的中东战争 以及现在中东的乱局就能体现 但这些国家非但不奋发投降深化改革 努力发展经济与科技增强实力 反而要继续走逆现代化的道路 回到古老的制度中去 前两年高调出现的恐怖组织 就是SIS那么穷凶极恶 但依然有世界各地甚至是发达国家的青年 不养万里来到这个人间地域去参加所谓的圣战 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古兰经理到底说了什么 让这些人做出我们看来不可理喻的行径 宗教信仰的力量让一部分人癫狂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让这些地区数以异计的人民全部狂热 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现代化的重要性就算中东缺少教育的底层人不明白 接受全面教育游离各国的伊斯兰国家统治者 不可能也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这就有意思了 伊斯兰世界的问题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经过这几个月的学习 终于形成了一个差不多能自洽的逻辑 因为西方在近代的强盛 我们学习的历史几乎差不多都成了西方历史了 我们知道希腊马歇顿和罗马这些欧洲古代的大帝国 也了解黑暗的中世纪以及十字军东征 接下来的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奠定了现在的局势 但是当年十字军为什么要东征掠夺财富 近代的欧洲为什么要冒险开辟新航路 罗马怎么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灭掉了 还有我们的大唐在控制丝绸之路的过程中 为啥突然就停止了 没能让大中国化进程继续向西推进 还有古印度人用的数字 为什么叫阿拉伯数字还被全世界通用 这个历史空白其实需要那个曾经横跨欧亚非三块大陆 且延续了600多年的阿拉伯帝国来填补 从而体会伊斯兰世界的现状为什么是这样 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 这期内容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切的开端吧 默罕默德也就是穆圣 出生于571年的阿拉伯半岛 这也是阿拉伯帝国以及整个伊斯兰教的发源地 还是之前的思路 任何一种文化宗教政治现象归根结底都是自然科学 是环境因素和人适应环境的生物性决定的 所以要了解一个宗教一个帝国一种文化的崛起 我们必然要看看自然环境 阿拉伯半岛常年受副高压带以及信封带的控制 非常干燥 整个半岛都是热带沙漠西后 几乎没有在地图上值得标注的河流 半岛西部有狭长的沿海平原 部分地下水在这里涌出形成绿洲 18年我在红海的以色列海岸跳过伞 这里跳伞的卖点说是一次性可以看到四个国家 埃及以色列约旦沙特 但说实话除了脚下的城市以外 放眼望去全是无尽的荒凉 确实很难想象这种地方如何才能孕育出庞大的文明帝国 可以说全世界主要文明都是发源于河流纵横水草风暴的地方 大国同样需要适合农牧业的大片平原未保人口 唯独这个阿拉伯帝国真的是个例外 三大宗教故事的起源地 圣经和古兰经里所谓的上帝在人间的住所 留着奶和蜜的耶路撒冷 也就是阿拉伯半岛往北一点的地中海东岸 过去以后才发现哪有什么奶和蜜 全是漫漫黄土戈壁 没有绿色 周围最近的水域是死海 咸到苦涩的水只会毒死生命 所谓的奶和蜜 仅仅只是耶路撒冷有一个地下水的泉沿 也是方圆上千公里唯一的水源 加上此地恰好也在三大洲的交汇处 于是孕育了这么多故事 但此地也没有自发出现有规模的帝国 阿拉伯半岛与这里属于同一种气候 而且偏离三大洲的连接处 那这里为什么能诞生那么庞大的文明 其实从能查到的穆罕默德的生平经历 就能找到一些缘由 在他祭世之前 他的父亲母亲祖父就先后去世 穆罕默德只能跟着他的叔父生活 他所在的家族哈西姆家族还行 算是那个穷地方的民门忘族之一 而且这个家族后来演化出了一个更著名的名字 什叶派 穆罕默德的父亲是跟着商队旅途中病死沙漠的 但是穆罕默德还是从12岁起就跟着叔父经商了 虽然家族有名王 但他的叔父却不咋地 祖父去世后什么也没有给他们留下 他们就只能算是草根商人 但就是这么平凡的出身 穆罕默德在青年时居然去过叙利亚巴勒斯坦 往返于地中海和印度洋 生意扩展到很多地方 伊斯兰教记载的穆罕默德 年轻时是一个精明但讲诚信的商人 并获得了类似靠谱者的称号 而像他们这样的普通商人 在当时的阿拉伯半岛非常普遍 这时候 我们对阿拉伯人传统认知的样子已经出现 就是包着面部和头顶 牵着骆驼在沙漠中行走的印象 实际上他们都是商人 阿拉伯帝国以及伊斯兰教的诞生 这个原意商业也服务于商业 阿拉伯半岛没有什么物产 之前一直是士族部落的蛮荒状态 但此时为什么大部分都变成商人了 其实原因有历史的必然 也有偶然 首先历史的必然原因是历史趋势 虽然说工业革命之前 人类的社会制度像是一种轮回 没有明显的发展 但科学技术还是在相对缓慢的进步 伊斯兰教作为极大宗教里最后一个出现的 诞生时 世界已经来到了六世纪 人类的航海运输 陆上运输 长途旅行的能力已经大幅增强了 远洋航行跨过地中海 使过波斯湾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仅仅作为商人 将一地的物产 送到远隔千里之外的另一地 赚取差价 已经可以实现 地理相隔很远的地方 物产差异大 物以稀为贵 所以国际贸易从古至今都有很大的利润 这个可以参考我之前讲的 鸦片战争系列里提到的 东西茶叶贸易的利润 不算两边政府的各种税 利润可能是成本的五到六倍 那么在大航海之前 商品交流更稀缺的时候 利润率必然更高 从古至今 东方与西方的贸易 就成了最赚钱的买卖 巨大的利润 足以让商人 踏上凶险恶劣的商路 主观印象里 我们华夏的人民 似乎一直不怎么需要西域的商品 但是我们的历史里 大家关注的可能都是秦嫂六合 三国纷乱 岳飞抗金这种战乱时期 这种时候吃都没得吃 还要啥自行车 但是和平呢 没故事年代 必然出现大量的富人 西域来的金银猪 葡萄酒 橄榄油 都是富人用的奢侈品 而中国的丝绸瓷器 也是罗马希腊的奢侈品 要说奢侈品能赚多少钱 参考现在的各种包 时代的进步 让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的提升 那时的人们 已经不怎么像基督教诞生时那样 强调受苦赎罪了 享受神赐予的美好生活 也没啥不好的 于是消费市场有了 且商品有能力 在世界范围内流通了 世界的商业环境整体改善 没有丰富物产的地区 人们当然更想出去经商 但是阿拉伯半岛 这么一个偏僻的穷地方 要经商的人 也不会待在这儿啊 所以还有第二个 有点偶然的原因 人类远行的能力增强的同时 军事打击能力也增强了 控制商道的各个关卡 能获得各种税费 所以中亚的丝绸之路 自然成了这一地区 大国争锋的地方 唐朝将国土打成这个形状 也是为了更大程度上控制商道 结果呢 古老的优良的商道 成了老牌帝国征战的战场 五六世纪 东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 在阿拉伯半岛北部的商道上 展开了连年的军事对峙 原来小亚西亚半岛 再到苏美尔平原 再到伊朗高原的商路走不成了 西方的商品之后 跨过地中海 绕过埃及和红海 穿越阿拉伯半岛的沙漠 再跨过波斯湾 到达印度和中国 好在此时 航行技术已经可以跨过 这种距离的海了 东西方的新商路就此形成 此时 麦加作为新航路上最大的绿洲 一下子从之前的蛮荒之地 变成了商业中心 以麦加为中心 可以通达埃及 叙利亚 波斯湾 印度洋 这是风口来了呀 猪都能飞起来 阿拉伯半岛变成了重要的贸易节点 即使自己没有什么物产 但也能开始积累财富了 阿拉伯半岛突然天降了巨大贸易量 让穆罕默德这种普通出身 没有背景的商人 也可以做横跨大陆的贸易 新的商人阶级开始崛起 在阿拉伯半岛迎来发展风口的大背景下 青年穆罕默德也迎来了人生的重大机遇 在一次商旅途中 25岁的穆罕默德遇到了 40岁的富商的遗孀 赫蒂彻 并开始给他打工 经营生意 从前夫那里继承了 大量财富的赫蒂彻 逐渐被这个小伙子的见识 所以两人结为夫妻 穆罕默德一下子就拥有了巨大的财富 富婆来了就不用努力了 不用为生计操劳 就有大把大把的时间 可以享受人生思考人生了 要知道在这个妻子死后 穆罕默德前前后后 娶过23个老婆 结婚后 穆罕默德与赫蒂瑟生了7个孩子 但生活也没有什么压力 生意可以放手他人去做 年轻轻就衣食无忧的人 才能没事找煽动 想一些有的没的改变世界的事情了 差不多就这么想了大半辈子 接下来就是伊斯兰教的神话故事了 中年的穆罕默德 有一天照常在山洞里冥想思考人生 忽然就听到了来自天空的声音 自称是大天使加百利 加百利给穆罕默德考树了一本 叫做古兰经的人间真理 必让他诵读 说古兰经是世界上的唯一真神 也就是真主写的 然后穆罕默德就成了那个真主派来的人间最后一个先知 肩负起教化苦难人民的重任 经他考树的古兰经就出现在了人世 我当然不可能把古兰经去读一遍 看看里面说了啥 估计也看不懂 但是根据网上查到了有关古兰经的论文的讲述 古兰经除了给基督教圣经的元宇宙神话写同人续集以外 大量的篇幅都是在以契约精神为指导建立商业体系 同时教化人民 说人无论男人和女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 因为在相对平等的关系里 商业契约才有发展基础 看到这里 感觉这个古兰经的内容和现在僵化守旧 逆着历史潮流发展的伊斯兰世界完全背道而驰呀 但是从穆罕默德的生平经历来看建立平等的商业规则确实也是清理之中 遇到富婆之前白手起家的商业人生肯定充满了艰辛 风三露宿随时有生命危险不说 还有同在卖家旗强大的以沃玛亚家族为首的贵族势力的压迫 这些大家族一直在用多神教和自身的影响力压制新型的商人阶级 通过高利贷 宗教税款 以及武力掠夺商人的财富 而且在蛮荒的阿拉伯半岛上几乎没有什么文明秩序可言 人生财产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 没钱没事的女人更是男人的玩物 完全不是普通人方便经商的环境 那么对于莫罕默德而言 想让阿拉伯这里的世道更好 解放商人的生产力 给当时野蛮的阿拉伯人讲什么经济学的大道理 差不多顿油弹琴 有权有势的也没人听 自己也没有军队去让人们强行执行 那就只好通过神的力量建立信仰树立秩序 但是信仰不能凭空出现 直接从灵建立一套神话体系再构建出新的故事 有多难不说 肯定也是难以让人信服 好在去过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穆罕默德 知道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故事 阿拉伯半岛去那边从商的人多了 这些故事也在阿拉伯人中间流传 而且一神教在团结社会的效果上 必然比多神教更好 毕竟你信的是脸盆神 而我又谈于神照着 这俩还是能打起架来 都信一个上帝的话 还能看在上帝的腹上算了算了 道理很简单 所以穆罕默德开始给一神教的圣经写续集 因为神的名字有变 所以也可以说是同人小说 这个小说就是古兰经 犹太教里的先知摩西 基督教里的先知耶稣 都在古兰经的故事体系里 而且古兰经规定 伊斯兰教的人民不得与异教徒结婚 但除了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 因为他们也信上帝 相对封闭的伊斯兰教 再次就体现出了对前两个宗教的传承 毕竟这会儿还没有以后那么大的仇 摩西 耶稣和穆罕默德 都是上帝派来人间布道的先知 这就立刻有了一个成熟的故事 可以说一本小说一本续集以及一本同人间续集 引起人类文明数千年的激荡 但是在故事建立之后 穆罕默德就开始在故事里加入自己的私货了 有别于当时其他所有宗教要求人民摒去物质欲望 伊斯兰教是鼓励适度消费适度享受的 古兰经中强调所有财富都是真主的 但善良的真主也降下财富给人们管理和享受 积累财富享受生活 同时恩惠穷人是光荣的 但也明确不能被财务迷惑失去心智 否则钱财也是后世的灾难 更多的呼吁用财富创造更多的价值 而不是单纯的享受 允许正当合法的经营 个体有自主选择谋生渠道的自由 这本神话竟然具体涉及买卖 雇佣 转账 担保 委托 农耕 借贷 合伙经营 合伙耕地 契约 典当等活动 脱记现代经济法的出行 教育中的经济法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就是鼓拦进允许贷款 但禁止收利息 这显然是为了对抗用高利贷收敛钱财的贵族 但教育却鼓励富人把钱财拿出来作为商业投资 投资他人的生意 然后分配生意的利润或者供担风险 为了鼓励投资 保证资本流通 反对储蓄 教育甚至宣称储藏大量经营者被发现以后 储藏的经营要被烧红 然后跑落他们的身体 让他们尝尝自己储存的经营的滋味 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禁止收利息也是在提倡一切财富要用劳动获得 杜绝富人实现财务自由不劳而获的情况 投资者要和被投资者共难盈亏 所以投资人必然也会参与劳动 交易对遗产亏赠也都有明确细致的规定 体现的精神就是公平交易 反对剥削 鼓励用合理手段谋取福利 只是在还没有国家军队来执法的时候 这些法律的强制性只能源于人类对神的敬畏 所以穆罕默德就说这些不是他个人的智慧 都是神告诉他的真理 所以这个宗教刚刚诞生的时候 第一批信众不是那些穷苦受压迫的百姓 而是大批生意做的不如意的商人 因为穆罕默德会用自己家的财产 四处帮助有困难的商人 给他们投资 在做生意的同时传经不道 他讲的古兰经里的这些规定 明显都对这些商人有利 人都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加上确实听说西方基督教徒说过 世上有这么一个上帝是唯一真神 古兰经的可信都就上来了 一传十十传百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随穆罕默德 伊斯兰就在麦加城内形成势力 当然这样的信条出现 且受到新兴的商人势力追捧之后 绞杀他的贵族必然如鱼而至 阿拉伯的原始信仰是一种多神教 贵族们巧立明目 一会儿搬出这个神 一会儿搬出另一个神 让百姓交钱 这样的神在麦加人的信仰里 居然达到了360多个 一年里每天来一个 麦加的贵族可以借此谋取大额财富 而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 天天攘着世上只有一个神 这当然引起了旧势力的强烈反感 先开始用金钱每人利用 穆罕默德让他放弃传道 而他知道自己将要建立起的是个什么东西 这些利益诱惑当然不起作用 然后麦加乘理抓捕 迫害穆斯林的运动就开始了 很多被抓起来的穆斯林被巨石压住 然后超高温的融融态铁水 被关进他们的身体 麦加贵族的迫害 导致首批伊斯兰信徒大量死亡 组织即将崩溃 关键时刻 穆罕默德夜深灯消见真主的故事 在他的追随者中传开 621年7月27日 又是大天使加百利来的麦加 把穆罕默德接到耶路撒冷 然后升上天空 他在升天的过程中 见到了以前的同行摩西 还看到了天堂和火域 当然也见到了真主 真主告诉他 穆斯林只要每天虔诚礼拜真主 真主会指引穆斯林走向胜利 而且穆斯林死后 会得到真主许诺的最美的归宿 因为人大脑神经的构造 导致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目的 而目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生活的动力可以自己给自己赋予 也可以让他人给自己赋予 失去目的的人将迷茫不知所措 而强有力的目的被建立之后 人就会变得坚毅很多 所以人为什么会固执 有时候明知不合理的 还是选择相信并坚持去做 就是要捍卫自己来之不易的生活目标 因为人类的求生欲 所有宗教几乎都有对死后世界的期许 当死后世界的故事被很多人传送之后 人便不再追问因果关系 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 直接选择去相信 而穆罕默德的故事 在期许死后世界价值的同时 也见神志明鼓励人们 勇敢地获得财富享受今生 同时也限制交涉淫逸 防止社会混乱 并利用一系列有助商业发展的教育 让更多的有实力的人们 主动选择去相信 这样的信仰在那个时代 无疑拥有无与伦比的竞争力 陌生夜行灯销的故事 再次坚定了穆斯林岌岌可危的信心 但现实就是 在城市里发展不下去了 针对他的刺杀行动已经非常多了 夜行灯销的第二年 陌生的追随者的建议下 最终选择离开麦甲 向北沿着海岸线 前往320公里以外的麦地纳 麦地纳一座小城 却刚刚打完了一场内战 人民渴望秩序 而古兰金的故事 在这之前就传到了这里 所以当穆罕默德过去的时候 麦地纳的人民不仅没有抵制 反而夹道欢迎 如此一来 伊斯兰穆斯林的第一个根据地出现了 通过与麦地纳周围部落签订麦地纳宪章 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北部建立了政权 这样一来 因为商业航道的转移 这一地区的历史趋势有了 土地有了 人口有了 钱本身就有 民族认同也有一神教的宗教形式出现了 那接下来的大帝国就水到渠成了 这个阿拉伯帝国后来又发生了哪些故事 什叶派和逊尼派一千多年了在吵什么 现在的伊斯兰国家为什么要拒绝现代化 以及现在到处杀人贬低妇女的穆斯林极端组织 到底要干啥 这是一条完整的主线故事 后面说完 第一次对伊斯兰世界感兴趣是在两年前讲安史之乱的时候 唐帝国经历开源之治 国力民力财力军力达到鼎盛 一路金吞蚕食国头越来越大 向西征伐的唐军主力 由安息节度是高先知率领 灭掉了西域一众小国之后 欲继续西境控制整个丝绸之路的伤道 但是不久就迎头撞上同样处于极盛时期的阿拉伯帝国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不久就造就了阿拉伯帝国 他从鸿海东岸的绿洲崛起 向北击败了东罗马帝国的军队 还将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直接灭掉 而后禁军北非打下了一个巨大的疆土 看看现在中东中亚以及北非充实的穆斯林 就能明白这个大帝国对现实的影响 回到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交锋的时代 双方的战斗你来我往后有胜负 谁也没能往前推战线 就此大中国化进程在中亚的推进停止了 外部矛盾多年后转化成了内部矛盾 党争出现最终导致安禄山反叛 一场暗史直乱留下了不少千古诗词的同时 也带走了中原近三千万人口 以及开放的中原大帝 但是按理说此时内部出现问题 不就该外族入侵了吗 但是唐帝国依然在风雨飘摇之中 坚持了上百年 最后还是自己分裂的 这是因为大唐出问题的时候 阿拉伯帝国内部也出现了问题 腐败导致暴乱四起 各个地区纷纷开始闹独立 从此一蹶不振 逐渐将帝国分裂 中华大帝后来还经历了诸多的起起落落 但这个阿拉伯世界就此却是一直落落落落 虽然后来又有奥斯曼托尔西帝国的崛起 奄奄一些的罗马被其所灭 但那基本上算是突厥人的事情了 而且其领土和影响力 完全不是之前阿拉伯帝国时期的规模 现在人们将它定义为军事帝国 大唐与阿拉伯帝国的命运 看起来也是如此的巧合 兴盛时一起兴盛 侵退时同时侵退 而且阿拉伯帝国还从此消失了 虽然它留下了一个世界第二大宗教 但是与之相应的国家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里看似巧合 实际上是有很强的因果关系的 中华的灾难同时断送了阿拉伯帝国的根基 这也是最近读伊斯兰的历史时发现的 具体说说吧 上期节目主要展现了 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的时代背景 简单回顾一下 人类长途旅行 以及初步远洋航行的能力已经具备 生产力的提高也有了可以交换的商品 中西方生产力的发展 也让中西贸易可以产生巨额利益 而利益引发了中亚商路上的帝国战争 主要是东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这两个大国围绕贸易控制权的争霸 结果这俩半斤八两实力相当 战争打成了矿日持久的拉锯战 中亚的商路被这俩彻底破坏 商人们为了能更安全的实现东西国际贸易 只好绕路 走地中海 埃及 红海 阿拉伯半岛波斯湾这条路 然后到达东亚 虽说是商路 但并不是所有商人都要走完全程 大部分的贸易都是商人的接力 比如部分商人要负责埃及到卖家的后务流通 后务卖给卖家人之后 卖家的商队又跨过阿拉伯半岛 然后卖给波斯商人运过波斯湾 最后波斯人完成和东亚的贸易 所以古代商路上所有商人都能赚差价 逐渐富裕起来 而阿拉伯半岛是埃及 驱利亚 波斯湾 以及印度洋的中间地带 旧商路走不通 这里就成了世界贸易中心 穆罕默德显然是新时代 新兴商人阶级的代表 打破这里旧部族势力的权威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就成了他们迫切的需要 但是制度建立需要国家和军队 而国家形成需要人民有共同的信念与国家认同 信念的建立需要故事 而故事的蓝本 千百年前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可以提供 穆罕默德只要写续集就行了 于是他自称上帝派来了最后一位先知 用半辈子的时间一直口述真主交给他的古兰经 给阿拉伯半岛带来了一个可以和现实连接的元宇宙 古兰经里当然着重强调了对神的敬畏 但还有大量的篇幅用在规定商业自由 契约精神 鼓励投资 禁止索取利息 财富由劳动创造 禁止财富自由 甚至与我们现在对伊斯兰世界主观印象相反的是 古兰经和圣讯中为了服务商业发展 是很强调人权的 甚至一再声明男女地位在神面前的平等 伊斯兰教让女性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 毕竟穆圣就是靠女人上位的 这在当时绝对是拥有极强的进步意义的 所以在被麦家退行多神教的贵族迫害屠杀之后 穆圣和他的追随者来到内战之后 百废待兴的麦迪纳时 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 穆圣说古兰经里有神要求穆斯林缴纳天科税 来接济穷人的要求 生活潦倒的麦迪纳人获得好处 穆罕默德统治这里的合法性就得到了巩固 随即建立政权 并用和平条约麦迪纳宪章与周边部落 甚至是犹太人的部落建立了联盟 穆罕默德的力量从零组建起来了 因为他炫扬的教义符合大多数商人团体的利益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伊斯兰教 天科是根据入教人的财产的大约4%交税的 商人普遍都是有资产的 比如房子和羊群 所以收上来的税也是很可观的 有了钱就有了军队 可以和麦家以前迫害他们的贵族对质了 伊神教信仰的团结性结合古兰境对人性的相对解放 以及对商人的利好 以麦家为根据地的穆斯林势力在阿拉伯半岛逐渐壮大 麦迪纳被建成要塞 开始对麦家展开军事打击 从最开始几百人的袭扰逐渐变成了上万人的军事行动 虽然前前后后拉锯战争也有险轻 但均被化解 之前曾试图刺杀穆罕默德的贵族领袖之一奥马尔哈塔布 被家人感化皈依伊斯兰教 并带领大量麦家人来到麦迪纳 自己也成为穆罕默德的两大顾问之一 这与事件也成为两地战争的转折点 经过八年时间的斗争 麦迪纳最终战胜麦家 拿下了这个阿拉伯半岛最大的城市 628年 穆罕默德回到麦家建立政权 虽然穆罕默德没有强制要求麦家人归伊斯兰 但非穆斯林要纳更多的税 所以还是有许多人主动入教了 随后麦家原来所有的多神教神庙被拆毁 穆罕默德也宣布麦家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 随后规定穆斯林将朝拜的方向从耶路撒冷改向麦家 并把一块黑色岩石当作真主降下的圣物放在麦家 让该地成为穆斯林朝静的中心 以经商为基础产业的麦家地区 当然还得与周围部落王国进行商业互动 为了控制并规范阿拉伯半岛的商业环境 伊斯兰教的势力开始扩张 半岛上的小部落大多直接归降 虽然与东罗马基督教控制的也门发生过战争 但很快被用各种方法吞并 毕竟商业秩序这一最具感染力的制度 可以感化所有以经商为生的人民 632年整个阿拉伯半岛被伊斯兰教统一 阿拉伯帝国就此诞生 同年穆罕默德完成了他第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朝圣 领导他的追随者举行盛大仪式 被誉为告别朝禁 穆罕默德劝信中不一定要遵循古阿拉伯习俗 阿拉伯没有优越于非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人也不优于非阿拉伯人 显然穆罕默德已经看到了 将来帝国要管理众多民族 已经在为防止民族矛盾打下基础 此时穆盛口述的古兰金中也出现了 不强迫任何异教徒皈依伊斯兰教 但同时古兰金中也出现了新的税制制度 填税人头税商人的关税个人所得税 五分之一战利品税纷纷出现 有意思的点就在于除了战利品税 这些税都是针对非穆斯林的 而穆斯林只用交纳战利品税和天科 天科刚才说了 根据个人财富算 有点像现在要退型的房产税 差别的税收自然也会吸引更多的人入教 在战争过程中 商业立国的阿拉伯帝国 也不会完全切断敌国的贸易 而是向敌国的商人收取更多的商业税和关税 这可以理解为经济制裁 在小国部落阶段 中亚大多数国家人民都是以经商为主 而阿拉伯人把控重要的商路节点 这让极大的差别商业税 直接能策反敌国的人民 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之势此时已经不可阻挡 632年6月8日 也就是告别朝近几个月后 穆罕默德去世 因为权威的突然确实 阿拉伯帝国出现短暂分裂 但因为区域制度优势已经确立 牧圣的岳父之一 也是穆罕默德的好友福臣 阿布伯克尔被推选为真主使者继承人 也就是他们说的哈里发 在他的领导下 叛教的部落重新回到了信徒的行列 阿拉伯半岛恢复了统一 然而没有远律必有近优 阿拉伯的领导者也明确知道 帝国的崛起源于商路的改变 一旦北方那两个大国 决出过雌雄或者签订和平条约了 原来的商路恢复了 阿拉伯这边就没什么戏场了 帝国绝对会崩溃 解决办法就是北伐 直接参与到商路控制权的角逐中 634年 正当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 因为长期相互征伐 国力损耗人心厌战之际 第一任哈里发去世 奥马尔一世 就是之前叛降穆罕默德的那个贵族领袖 当选第二任哈里发 成为真主使者的继承人的继承人 当选后立刻率领穆斯林的军队 进入叙利亚地区 接连几次战役击败东罗马帝国军队 636年攻陷大马士哥 两年后进军耶路撒冷 当东罗马帝国撤回小亚西亚半岛之后 继而兵分东西两路展开全面进攻 东线直接攻破波斯军队防线 占领了现在的伊拉克和伊朗大部地区 西线继续连败基督教势力 顺势占领巴勒斯坦和埃及 644年 奥马尔被一名信仰基督教的波斯奴隶刺杀 但依然没能阻挡阿拉伯向波斯的进军 第三任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女婿之一 也是穆罕默德最初的战友奥斯曼 他继续率领穆斯林的军队成圣追击 直接打进了波斯帝国的首都 经历过千年兴衰的波斯帝国就此彻底被灭 原来统治中东地区上千年的多神宗教 拜火教从此消失 帝国的西线大郡则继续向北非扩张 打到利比亚 此时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初见盛世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伊斯兰兰教与其他宗教的诞生有很大不同 其他教派的诞生最开始都是给人们心灵上的抚慰 给苦难生活一些希望 起初和政治没有关系 被政治家国王领主如何利用那都是后来的事情 也就是先有国家 然后国家利用宗教这种软件 让组成国家的硬件人民运转起来 但是伊斯兰教的古兰经 更像是在还没有国家的时候 为商人阶级获取利益而诞生的一部宪法 融入了宗教信仰元素的宪法 在规定生活秩序的同时 还承担了将人们区分为我们和别人的功能 这是国家认同的根本 也就是穆罕默德先创造了国家运行需要的软件 然后用软件感染硬件 让硬件主动来兼容 这种对商业秩序的维护 必然被后人称为神对人民的启示 让人们在现实也能受到神降下的福音 三人是火 说的人多了 管他有没有办法证明 随大流总没风险 况且给自己安装这个软件还能从中获利 如此一来真相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 古兰经绝对是穆罕默德毕生智慧的总结 但是为了防止出现基督教 因为对神耶稣关系理不清而出现分裂的问题 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一个凡人 没有神性 以至于我最近找素材的时候 一个穆罕默德正脸的影视素材都没有 都被这样尴尬的掠去 这不是在玩神秘也没有什么不可亵渎 因为他想让后世的穆斯林只崇拜真主 不要崇拜他本人 所以后世的穆斯林没有给穆罕默德任何形象 所以就害惨了做视频的人 不过他虽然嘴上强调古兰经不是自己的智慧 他是真主的智慧给人的教导 自己只是转发传送出来而已 但他自己未来能在古兰经里添加内容 一直禁止将古兰经写在纸上 所有古兰经的内容均为穆罕默德的口述 毕竟最开始建立信仰的时候 后来笼络人心需要商业制度 建立帝国需要税收财政政策 还需要根据明清对婚姻法等法律细节做出明确规定 不同阶段不同规定肯定不是一开始就能预见的 所以古兰经在穆罕默德生前 一直是以口火相传的形式向人们普及 穆罕默德也能做出灵活调整 把神的话写出来可就板上钉钉不能修改了 直到穆罕默德这个最后一位先知死后 人们才将古兰经编转成策 但是问题也在穆罕默德死后出现了 穆罕默德晚年时帝国已经被建立起来且奠定了迅猛发展之势 为了防止后人篡改内容 就说古兰经的内容已经被他口述完了 也让不少人反复背诵 同样也是为了防止后面有人像他一样 也自称先知建立教派颠覆政权 陌生说自己是上帝派下来的最后一位先知 还预言了他死后会有30个冒充先知的人出现 他应该是认为将制度锁死就会让帝国一直稳定下去 不会出现内部问题 可是人类对权利以及利益的争夺从来都不是什么神谕和信仰能杜绝的 在穆盛去世以后 因为穆罕默德自己没有指定继承人 也说自己没有神性 所以他的后代也都是普通人 伊斯兰教内部因为谁来领导发生分歧 而且穆盛虽然前前后后有23个妻子 但居然一个活到成年的儿子都没有 全部在幼年夭折 穆盛所在的家族叫哈希摩家族 最开始支持他的当然是他家族的人 也是追随他去麦地纳的主要力量 一开始迫害穆斯林的是以沃玛亚家族为首的卖家贵族 只是后来大量像奥马尔这样的沃玛亚家族的人 叛变支持穆盛了 这也是穆罕默德夺取政权的主要原因 当前有亲缘关系 且出自穆盛所在的哈希摩家族 同时也有些实力和功劳的 只有他的女婿之一阿里塔利布 但是在穆盛死后 阿拉伯帝国可能瓦解分裂的危机下 还是让更有能力更有权威的穆盛的岳父 阿布博尔克当上第一任哈里发 直到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之际 原来穆罕默德的家族哈希姆家族就不高兴了 因为前三任哈里发竟然都是曾经与穆罕默德作对的沃玛亚家族的人 哈希姆家族认为陌生的合法继承人应该是同为女婿和自家人的阿里 随后这个哈希姆家族的后裔建立了延续到现在的实业派 而当时继续拥护沃玛亚家奥斯曼统治的集团成为逊尼派 双方的党争逐渐变成暴力冲突 656年 奥斯曼被已经突然出现了刺客集团刺杀 阿里强行成为第四任哈里发 但是逊尼派拒不承认他的合法地位 理由是穆盛自己说自己没有神性 其继承权和血统没有关系 哈里发就应该被选举产生 其实因为沃玛亚家族的人多 选举对他们家有利 双方在麦加展开内战 僵持不下 657年 出生沃玛亚家族的叙利亚总督 也是奥斯曼的外甥穆阿维叶 率军杀回卖家 阿里被迫下台 下台后不久就被杀了 穆罕默德的本家 也就是哈西文家族 被穆阿维叶的大军血血 屠杀殆尽 可以说真正的实验派在那时已被剿灭 公元661年 这个沃玛亚家族的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 继位哈里发 以他任总督时期的叙利亚大马士格为首都 建立了沃玛亚王朝 自此 伊斯兰教领袖的选举时代结束 进入世袭时代 因为商路上的贸易依旧繁荣 沃玛亚王朝的阿拉伯帝国实力依旧在增加 国内问题稳定之后 迎来了第二波扩张期 在东线 阿拉伯军队入兴中亚 占领喀布尔 布哈拉 萨马尔罕和花辣子摩等广大地区 直至帕米尔高原 最终以大唐帝国接触并开始对峙 西线 虽然三次围攻东罗马帝国首都军事坦丁堡失败 但其军队依然在地中海和北非势如破竹 不仅占领了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 直到摩洛哥在内的全部北非地区 711年 穆斯林军队直接跨过直布罗托海峡 攻入现在的西班牙 消灭西哥特王国之后 阿拉伯人翻过比利牛斯山脉 攻入了西欧的法兰克王国 732年 阿拉伯人在土耳战役中失利 才停止了向西欧内陆的进攻 不过他们在意大利半岛和法国的地中海沿岸仍然频频得手 到八世纪中叶的沃马亚王朝后期 阿拉伯帝国的版图西陵大西洋 东至印度河 成了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 面积达到1340万平方公里 统治的人口达到3400万 但是穆圣继承权魔咒在750年再次降临 按理说百年前的血统文猿早就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消化了 而且沃马亚王朝早就将穆圣的哈希姆家族屠杀殆尽 但是新时代权力的争夺依然可以借用过去神圣的理由 只要想推翻现任领导者的统治 那就都可以用牧圣血统问题作为借口 对现任统治者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联合各部势力自称实业派 向统治权发起挑战 747年 阿布阿巴斯自称是先知莫哈莫德叔父的后代 集合帝国后期被歧押的各个边缘民族组成联军 三年时间击败了沃马亚家的军队夺取政权 建立了阿巴斯王朝 最后在优法拉里和河畔建立了新都巴格达 同样的王朝初起 沃马亚家族被屠杀灭门 阿拉伯帝国最初在麦加和麦迪纳时期的恩怨双方 也是创建伊斯兰教的主要人群 在此时全部被灭中 正当伊斯兰世界权力结构再次洗牌 准备和平发展的时候 大唐帝国755年爆发安始之乱 东方这个巨大的经济体 没有消费中亚和西方奢侈品的消费能力了 中西贸易中断的影响 大约50年后的九世纪初传遍了整个中亚地区 以商业为基础立国的阿拉伯帝国被福利抽新了 且安始周乱之后 中国北方出现了翻证割据的局面 各部势力开始相互征战 百姓为了躲避战火 导致中国的经济中心从关中地区开始向东南迁移 这就是课本上说的经济中心难移 中亚的商路不再具有距离上的优势 加上世界航海技术进一步发展 西方的商品直接走海路到达中国东南沿海 没有了商业基础 中东各个地区不同的民族也就没有继续服从一个伊斯兰中央帝国统治的意愿了 毕竟服从你伊斯兰教的交易在利益上是为了方便做生意 现在生意没得做了 我长得和你们阿拉伯人也不一样 我是突厥人 我是波斯人 我是贝努英人 我是埃及人 之前的国家认同没了 所以我们要自己过自己的 各地独立运动四起 十世纪后 这个阿拉伯帝国就民存实亡了 政令不出巴格达 一直被阿拉伯人压制的东罗马帝国再次入侵中亚 而且号召西欧增援 欧洲同样为了解决东西贸易萎缩引起的矛盾 于是将祸水东营 借口欧洲的问题都是因为基督教的圣诚耶路撒冷被穆斯林一教徒占领导致的 而且此时欧洲人也知道阿拉伯帝国已经分裂 不再有之前强大的实力 于是响应东罗马帝国的号召 打着上帝旗号来到中东掠夺土地与财富 史称十字军东征 200年与西方的战争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耗尽了伊斯兰世界的最后气力 再无复兴可能 十字军的野蛮性表现在连将他们号召过来的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也洗劫了 阴差阳赫促成了后来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被唐军打败的西图爵塞尔助人西签来到叙利亚 对阿拉伯人雇佣对抗十字军 最后这只雇佣军反射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随后变成奥斯曼帝国 接下来的故事以及伊斯兰世界现在的局面 后面再说吧 前两期讲的伊斯兰的历史涉及到了很多人 有贝都英人 波斯人 阿拉伯人 罗马人 也有中国人 这样的人是怎么划分的呀 人类都有共同的祖先 然后迁徙到全世界 但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气候和食物 让人们有了不同的生活习惯 进而有了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语言 几万年下来相貌都会出现差异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 看到与我们相貌有差异 语言不通 吃的还是黑暗料理的人 自然会把这样的人定义为他们 与此相对应的我们就出现了 通过我们与他们的对比 会让这个我们更加团结 于是民族就形成了 早期的国家大多也是以一个民族为基础建立的 当然民族不会是过定不变的 人口会迁移 民族会融合 国家也会被灭 生活习惯也会随着环境和生产力的改变而改变 所以任何民族在人类文明史的时间尺度下 都只是一个暂时的概念 相应的也很少有国家能够长久存在 历史上出现了很多超越民族的国家 就是那些古代通过对外征法吞并别的民族的帝国 例如波斯 马其顿 罗马 当然也有中国 这时候想让不同的民族一同生活 减少根深帝国的差异和矛盾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让一个民族服从另一个民族的统治当然更难 武力只是最开始有作用 民族都是人组成的 人与人之间没有绝对的实力差距 一个民族不会长期给另一个民族当牛座吗 奴役会产生反抗 要持续长久的和平与繁荣甚至相互融合 把他们变成我们 需要实现民族间的利益平等 这里最正面的例子确实在中华大地 自然环境地理格局的优越 让我们早已完成地域内民族相融合的进程 武力征服之后 统一文字多两横 很快就让原来不同国家的人民 都变成了一国平等的人民 自然环境的优越 也让这种地域平等得以实现 可以看看整个欧亚大陆上 北纬30度线上唯一的大片绿色在哪 于是中原形成了 汉族这一具有绝对体量的主体民族 不断出现的少数民族 也不会成为主导力量 在顺其土族的开明政策下 也逐渐主动被同化 如今这个汉族更是要与少数民族一起 融合成中华民族 而曾经的波斯 希腊 罗马 法兰克 都因为帝国疆域内 各民族在地理上的相互隔绝 没能在帝国生命周期里 完成民族融合的进程 当帝国中央统治能力下降 没有足够的平等给不同民族的时候 出现的就不是朝代的更迭 而是国家的分裂了 阿拉伯帝国当时同样是超越民族的大帝国 这也是穆圣死前 强调阿拉伯人没有任何优越性的原因 他想用宗教信仰消除民族差异 减少未来帝国内的民族矛盾 同时也用伊斯兰教向中东地区输出了 最适合地区发展的商业秩序 符合中东全员中间商的利益 形成一个国家就能消除关税 也能保障商道安全 使东西货物流通更加顺畅 在此基础上 中东的各个民族才开始将阿拉伯帝国靠拢 因为顺应明星 其扩张也就非常顺利 这个帝国存在的根据在于贸易产生的利益 而贸易需要稳定和繁荣 东亚的唐帝国 西欧的法兰克此时都处于鼎盛时期 有强烈的贸易流通需求 于是作为两者中间上的中东 中亚各个民族就有了商机 阿拉伯帝国就此被孕育出来 东西的繁荣也成就了中间的长盛 三个帝国在地理上看似把杆子打不着 但其繁荣却是相互依存的 那么后来阿拉伯帝国的崩溃 就很容易看清原因了 拔世纪下半夜开始 唐朝在安氏折乱后出现了 藩针割据以及经济中心难移的现象 法兰克王国也出现了分裂 欧亚大陆的贸易量骤减 而此时阿拉伯帝国也没能实现 疆域内的民族融合 原来能带来贸易稳定的伊斯兰政策 在根本没有贸易之后 变得索然无味 各个民族当然就不愿意再服从原来阿拉伯人的统治 纷纷独立 紧接着这一地区又遭遇了蒙古帝国恐怖的格式化 国家认同彻底消失 只剩下伊斯兰信仰中对真主的崇拜 还在这片大陆上广泛存在 不过这个信仰一直在这片大陆上 与民族主义思想相对抗 这是看清伊斯兰世界过去到现在所有问题的基础 突厥人是源于东亚的游牧民族 被唐军打败以后吸线来到中亚 曾经给阿拉伯帝国当过雇佣军对抗十字军 在经受了蒙古的刷新之后成为独立民族 建立了诸多小国 其中一个小国叫奥斯曼 在东罗马帝国首都军事坦丁堡都按建国 在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疲弱的时候 把握了这个咽喉要道 或许新时代东西贸易商业利润的同时 也吸收东西方的技术 自身也保持了曾经游牧民族的野性和战斗力 然后那个著名的奥斯曼帝国就出现了 经过常年军事力量的积累直接灭掉了东罗马帝国 占领了整个小亚西亚半岛 自居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然后向西吞下了曾经阿拉伯帝国的过万人口和土地 但是武力蒸发和压制不能长久解决民族问题 于是又将国教定为伊斯兰教 其统治者苏丹也自称哈里发 也就是真主使者穆圣的继承人 想学以前的阿拉伯人用伊斯兰教解决民族问题 但是有宗教还得有利益 不然就是一句空话 所以与阿拉伯帝国不同的是 这个帝国在与欧洲的战争中 深受欧洲地中海文明的影响和调教 也打造了庞大的舰队 让其有能力控制所有海上贸易通道 阿拉伯帝国的覆灭就在于 东西方的战乱导致贸易量的突然锐渐 虽然宋朝使东西贸易基本恢复 但经济重心难以造成的陆路贸易 被海陆贸易抢去了大半生意 只能控制陆上伤道的阿拉伯帝国就再也没起来 而奥斯曼帝国完全垄断了东西陆上贸易和海上贸易 获得巨大财富 昂贵的过路费迫使西欧大航海找出路去了 如此一来 这个奥斯曼帝国在雄厚的利润支持下延续了600多年 用武力压制和商业利益会 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版图里的所有民族 也是因为海上贸易实在无法汇集伊朗波斯那边 所以版图也就只能这样了 这个帝国也是直接延续到了近代的20世纪初 欧洲近代的工业革命以及新航路的开辟 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力量 国内的民族再次出现分裂之势 依然存在甚至含有力量参加一战 因为此时他们的埃及已经被英国人占领 开辟的苏伊士运河更是彻底打破了奥斯曼帝国对海上贸易的垄断 所以他想借一战这个机会 吞下被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 再次重返原来垄断贸易的荣光 可是奥斯曼帝国的兵源却开始从阿拉伯人这里强征 同时也向边缘民族增加税收作为战争开支 这些负担不折不扣的压向帝国内的众多民族 尤其是阿拉伯人生意没我们的我们也忍了 游牧生活的日子也能过 在要钱又要命的时候又想起我们了 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当然许诺了未来的财富 可是当前的牺牲已经让阿拉伯人不堪忍受了 在近代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思想 以及各地民族运动的影响下 阿拉伯人的大歧义正在酝酿 而且此时阿拉伯人的老对手也开始注意他们了 千年之前的622年 穆罕默德带领他的信众从麦加逃到麦地纳 以此地建立根据地乡麦加的旧贵族展开斗争 最后取得胜利开创了伊斯兰世界 千年之后的1916年 1500名阿拉伯骑士再次在麦地纳集结 对空鸣枪 宣布阿拉伯独立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随即开始袭击在麦地纳的奥斯曼军队 但是他们的枪支太少 骆驼和弯刀当然干不过中极枪 很快被击溃 奥斯曼军队也就没怎么当回事 可是5天后 又有近万人的骑兵队出现在了麦加 奥斯曼军人照常驾起机枪 准备突突这些他们认为魔震了的阿拉伯野蛮人 突然 奥斯曼军队的防线遭到了重炮打击 守军很快溃败 然后大量的骑兵得以冲进城市 与奥斯曼士兵展开巷战 阿拉伯起义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 最终拿下麦加 随后在强烈的火炮掩护下 起义军用两个月的时间 基本上控制了阿拉伯半岛的西安 这个重炮支援不用疑惑 就是英军 一战时期的奥斯曼托尔西 是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一边的同盟国 他就是想要苏伊士运河 所以一直在攻击北非和地中海的英军 想要对付这个奥斯曼托尔西 让其发生内乱 无疑再好不过了 这只起义军最开始是由一个阿拉伯 一失去政治权力的官员领导的 权名太麻烦不需要记 大概知道叫侯赛英就行 算了简单就叫侯吧 英国那个麦克马虹 在这之前和这个侯相互通信 长达半年时间 向他保证 如果他协助英军对抗奥斯曼 胜利之后将给他们奥斯曼的土地建国 也划定了确切的领土 基本上就是波斯到埃及之间的大部分领土 可以算是能恢复之前阿拉伯帝国的荣光了 起义军在奥斯曼境内四处流窜搞破坏之际 也一直在集合阿拉伯各个边缘部落的力量 但是正面战场上面对装备精良的奥斯曼军内 大多战斗都损失惨重 这时候出现了英国人劳伦斯的传奇故事 故事里这个英国派来的高级顾问 深爱阿拉伯这里的文化 给这些起义军的首领和士兵很多战术知道 也告诉他们什么是飞机和装甲车 告诉他们这不是神技 不用害怕 同时带领起义军用精湛的游击战术 破坏奥斯曼的铁路交通线 打劫火车扩充力量 让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后勤部级局部维艰 这就是战第一里那些沙漠里把火车关卡的背景 当然故事归故事 其实英国派来的这样的顾问还有很多 都发挥出重大的作用 将这些野蛮的阿拉伯部落人民武装成真正意义上的军队 战斗后期的起义军达到三万 而且主要是骑兵 时不时就以遮天蔽日的骑兵大队 冲击奥斯曼帝国各处港口和城镇 在阿拉伯起义军与英军的两面夹击下 奥斯曼军队在各个战场上逐渐崩溃 丧失大片领土 之后没多久 这个奥斯曼帝国就被打成了土耳其 胜利之后 阿拉伯起义军自然是认为自己获得了民族解放 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了 可是他们没想到的是 伊斯兰世界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确实英国人也允许他们独立建国了 但是这群几年前还在过半游牧状态的部落生活的阿拉伯人 在有共同敌人的前提下 各个部落才聚在一起 每个部落都有领袖酋长 也就是这时候一大堆猴赛因聚在一起了 所谓的第一次建国大会上 这么多猴炒成了一国粥 这个国家要怎么治理 其实在战争过程中就能遇见这个情况 阿拉伯帝国覆灭了这么多年之后 阿拉伯人也没能处在奥斯曼帝国的商道上 逐渐成为那个帝国的边缘民族 回到了这间沙漠里世俗部落的状态 没有贸易量 伊斯兰信仰也没有团结人民的作用 单纯的口号不能让人民选择去信仰 画大饼是没有用的 只有将切实的利益摆在人民面前之后 再去谈信仰 人民才会选择去相信 才会遵循信仰带来的秩序 然后团结成一股力量 其实英法等一战战胜国早就遇见到了这一点 在麦克马洪给侯三英承诺之前 英法早已划分了中东的势力范围 这些阿拉伯建立的国家 很快就出现了内部分裂 各个酋长要自己各自的土地 自己建国 而这样的几个阿拉伯国家 出现还没几天就迎来了英军或法军的介入 各个成为傀儡政府 阿拉伯人推翻了奥斯曼的统治 但他们的胜利并不是靠自己取得的 而是依靠了西方列强的力量 和辛亥革命依靠袁世凯一样 这样的国家必然就没有独立自主的可能性了 一个民族想实现独立 必须得完全用自己的力量 推翻旧世界的压迫 这群阿拉伯的部落当然没有这样的觉悟 这一点在斗争中就能体现 在从英国顾本那里 获得游击战技能破坏铁路的过程中 他们并不是单纯破坏铁路就跑 而是必须在有火车经过的时候 连火车里的乘客一起打劫 打劫的乘客大部分都是普通的穆斯林百姓 其中当然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阿拉伯人 这样的起义军统治人民会是什么结果 可想而知 现在统治失败 只能听命于英法的驻军 反抗的民族主义力量被尽数剿灭 然后根据英法对奥斯曼帝国 以及曾经的后波斯王朝的瓜分 现在中东的沙特 约旦 巴勒斯坦 叙利亚 伊拉克 伊朗纷纷诞生 但他们都有一个英手或者法属殖民地的身份 不是独立国家 也就是阿拉伯人的压迫者 从之前的奥斯曼换成了更强大的英法殖民者 而一战结束仅仅9年后 伊拉克发现了中东的第一个大油田 然后中东各地分别发现了巨大的石油储量 1938年 沙特发现了更大的油田 今天 80%的可开采石油是中东地区的石油 而阿拉伯半岛的石油储量 更是占到中东石油储量的62.5% 这一巨大的机会就这么被伊斯兰世界错过 想象一下 如果这些油田被发现的时候 这些地区还没有被西方列强控制 那么伊斯兰世界的商业帝国在新的时代又会被盘活 伊斯兰教的思想也会再次将各个民族统一起来 一个强大的中东联邦出现以后 现在什么石油美元霸权就根本不会出现 结果现在 这里的资源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牢牢控制 美元与石油挂钩更是美国向全世界吸收财富的基础 其实中东与西欧都算是商业文明 只是一个是大陆商业文明一个是海洋商业文明 那么为什么西欧可以用商业实现资本积累 进而将文明推进到工业文明 而伊斯兰世界却赚完钱就把钱挥霍光了 其实还是地理环境的原因 中东地区太干犯了 仅有的苏美尔行员的两河与尼罗河 不足以产生足够的资源与人谱去完成工业化 没有生产资源只能经商 当没有买卖可做的时候就没落了 而史优这一近代生活最重要的资源出现在中东以后 伊斯兰世界却因长期的衰落无法掌控它 圣战理论本来是古兰经理鼓励穆斯林为了真主的意志而奋斗的 并不直接鼓励杀落 每一种宗教你都能从典籍里找到暴力的理由 基督徒可以用上帝的意志为借口去中东屠城 犹太人的上帝可以杀死所有埃及人的长子 印度教的废团经理甚至有直接号召毁灭世界 然后让世界重生的宗教理想 但你看印度人能打吗 要明确 伊斯兰的极端性和暴力性并不是这个宗教的特点 而是中东那里人的特点 这个圣战无疑也是他们制造恐怖的借口 这个问题在女性问题上也能体现 沐盛在古兰经理强调了男女在神面前的平等 甚至在那时就强调了 婚姻必须建立在男女双方都愿意的基础上 什么父母之命没说直言那都没用 结婚前男人必须给女方聘礼 作为女人自己的财产谁都不能碰 离婚也必须是在女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离 聘礼经也会被女人带走 这都是为了保护女性 在阿拉伯帝国扩张时期 大量男人因为战争死亡 为了让众多寡妇有生活依靠 所以规定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 也强调男人必须公平对待她的每一个妻子 但是沐盛也根据男女的特点 在古兰经理给男女分工 女人的任务是相夫教子 同时也说了 女人在忠诚的前提下才有资格获得丈夫的保护与供养 这些本来在那种时代还算合理的要求 演化到现在会变成什么样 阿拉伯世界负面以后 中东地区又回到了野蛮的用无力说话的状态 这就导致那里变成了绝对的男权社会 女人要相夫教子变成了女人不能工作受教育 要保证对丈夫的忠诚 变成了不能把自己身体的任何地方给别的男人看 出门要把自己包岩式 强大的时候任何文明都很开明 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期 记录整理了全世界的科学历史资料 让先前人类文明的果实得以延续 也让我们能够了解整个欧亚大陆千年之前的历史 方便使用了印度地区的数字 同样也是阿拉伯人传出来的 然后成了我们口中的阿拉伯数字 而现在同样的民族 同样的地区 为什么变成这样 就是因为他们衰落了 这不是信仰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我们需要将其他地方的穆斯林 与中东地区极端的穆斯林区别开来 伊斯兰教不能和哪些极端势力划等号 我们国内的穆斯林 更不能被带上刻板印象 然后遭到歧视 话说回来 当今中东穆斯林的恐怖与极端 是不是也能理解了 我在这个伊斯兰系列最开始提出过一个问题 就是中东这些伊斯兰国家 在已经很落后的情况下 非但不努力发展经济 反而打起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旗号 要回到千年之前的制度中去 还有那么多年轻人积极地成为极端分子 现在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一些模糊的答案了 二战之后 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掀起了独立运动的风潮 纷纷宣布独立或者结束殖民统治 这个民族运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推动的 一方面削弱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 在全世界的势力 另一方面就在于把宗教或者意识形态 这种广泛的认同 替换成民族这种相对狭义的认同 这对后来肢解苏联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在中东的结果就是 帝国主义的政府走了 但资本家却来了 在跨国公司牢牢把握住这些地区政府的裁员 以及人民的生活物资之后 国家的众多权益落到资本家手中 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 连最基本的安全都保证不了 怎么发展 我们的现代化也是革命斗争了上百年 牺牲了一代又一代人 保证内部外部环境绝对安全的前提下 才改革开放的 这对伊斯兰世界也一样 最理想的方式是 中东各个伊斯兰国家再次被一个强大的势力吞并 形成一个整体之后就能获得巨大的力量 然后就有能力把控自己的油田 这是真主本来要给他们的礼物 从而实现伊斯兰世界的伟大复兴 其实这个事情很多人也都做过 纳塞尔 萨达姆 卡扎菲都是例子 但结果我们都知道 他们的政权在初见力量的时候 都被以色列 被美国 被欧盟的战争机器血洗 当前的伊朗还在继续努力 但制裁也在继续 如今中东国家大多沦为大国决力的战场 中东的人民稍有财富就会被西方资本吞掉 在这种环境下怎么实现现代化 既然让一个中东国家强大起来 统治伊斯兰世界不可能成功 那自然就会有人享用超越国家的组织 在中东实现统一 统一是伊斯兰世界挽救自身命运的唯一希望 这就是基地组织 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出现的原因 打出所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旗号 建立一个大国需要国家认同 这么多年来 伊斯兰世界已经分裂的稀碎了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认同另一个国家的统治 既然如此 那就把所有的国家都毁掉吧 伊斯兰世界再怎么分裂 古兰经总是大家都认可的吧 大家在千年之前 穆圣和四大哈利发时代本来就是一个整体 而且那个时代帝国的强大 所向披靡的军队 更是现在中东人民自豪感的源泉 所以就用那个时候的古兰经 代替现在现存的所有杂七杂八的法律吧 前两期说了 古兰经本身就有规定商业秩序的功能 更像是一部千年之前的宪法 现在也是凑合能用的 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先进与否 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用它建立伊斯兰世界的国家认同 但是即使认同有了 人民还能有行动的动力 所以中东的极端组织 就是要让中东的人民过上水深火热的生活 这样才能让反抗和仇恨的种子深根发芽 在伊斯兰国这个恐怖主义发现在美军 俄军下场正面对抗注定会失败的时候 就开始大肆扑害中东的人民 意图让安逸现状的人民无法再安逸现状 即使将自己化作人民眼中的恶魔 也要打破伊斯兰世界现在半死不活的状态 让民不聊生触底反弹 被毁掉生活的普通人虽然会痛恨恐怖组织 但接下来的生活无望 出路反而只剩下加入恐怖组织 毕竟中东大半人民更仇恨西方 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恐怖组织 总是能得到各种暗中支持 伊斯兰国虽然武装力量被灭 但西方国家却遭遇了更多恐怖事件 显然这样的组织在仇恨西方情绪 依然广泛存在的情况下 不会被消灭 反而会越来越强大 打垮塔利班 绞杀基地组织 杀了本拉登之后 依然会有IS 哈马斯 巴格达迪 如今塔利班又重新掌权 他们都是要用所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统一 统一之后 才有底气想改革开放的事情 不过世界格局是动态的 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在被新的力量重启 这些地方可是很缺基础设施建设的 与他们建立平等合作关系 从而用另一种方式 给予他们统一的基础 其实短期来看 伊斯兰世界用这种方式复兴 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人民获得利益 仇恨就会消失 包括东斗在内的恐怖组织 就没了生存的土壤 中东也又去了极端化 而一个团结统一的伊斯兰世界 足以让美元与石油脱钩 接下来会怎样 就可以尽情想象了 总之世间的矛盾千头万绪 文明也一直处在变化之中 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到的 也就只有任何眼前的繁荣 都不会是永恒的 将视野放大纵观历史的长河 才能放下心中 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固执与偏见 也许世界大同永远无法实现 但我们也应该为之不懈努力 维靖人对欧洲数百年的劫掠 才刚消停不久 东罗马帝国就被崛起于中亚的塞尔州帝国 狠狠地咬了一口 失去了小亚西亚班的 这个劳动力和税收的重要来源 基督教世界最繁荣的东罗马帝国 此时受到了近乎致命的打击 绿罗在召唤 西欧中欧也贸易锐减 战乱不断 农民被封建主和教室轮流盘剥 古典时代的文化典籍一世殆尽 愚昧和无知充斥着整个社会 城市破败的街道上 满是混合着粪便和垃圾的污水 传染病随时会将人拖入地狱 落后的农业技术 无法承载越来越多的人口 饥荒时不时就会夺走大量的生命 人们对这一切苦不堪言 却又无力改变 只能一遍遍地向心中的上帝 祈求着救赎 没人想象得到 就是这样一个腐烂的社会 却即将在接下来的几百年 开启一段血腥的逆袭之旅 某种意义上来说 十字军运动很可能就是西方崛起的起点 它最终彻底颠覆了世界原有的秩序 前面三期我们讲到了 宋朝的商业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 也讲了这种资本主义萌芽 是怎么把大宋给萌没了 毫无疑问 即便宋朝遭受了 经朝和蒙古带来的战乱摧残 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 也都是领先西方的 这种优势一直存在 并维持到明朝中后期 资本主义在西方的萌发 是远远晚于中国的 甚至也晚于阿拉伯 但只有西方的资本主义 最后萌发成功了 东方的资本主义却胎死腹中 接下来的几期节目 就让我们看看这段 暴力而疯狂的历史 是怎样阴差阳错 帮助资本主义在西方崛起的吧 东罗马帝国科姆宁王朝的皇帝 年近半百的阿拉克修斯一世 已经为自己内忧外患的国家 忙里忙外好几年了 1095年 他焦急地等待着 自己派出去的使者 从西边带回消息 此时东罗马帝国正在与塞尔助人 进行着持续的战争 皇帝手头的军队 预备队以及名副 全部顶到了前线 突然距离军事坦丁堡 竟在咫尺的尼西亚 被一小股敌人攻陷 造成了一个战线缺口 这个缺口同样需要一小股部队就能堵住 但此时的东罗马帝国 就是一小股部队也凑不出来了 他得搬救兵 碍于自视为基督教正统的 东罗马帝国的面子 屈尊向西边的新国家 他们眼中的蛮族国王求援是不可接受的 要面子还不想活受罪 这怎么着 这时皇帝阿拉克修斯想起来 不是还有个罗马教廷吗 他用宗教权利 也就是代表上帝的意志 也可以号令这些国家 他们看在双方同为基督教徒的腹上 说不定能够派一小支援军前来救援帝国 不过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他面前 就在四十多年前的1054年 东西教会刚刚经历大分裂 东罗马帝国信奉的东正教 刚跟西边的天主教骂道互开教集 这种行为约等于骂对方不是人 在这种尴尬的形式下 自己的求援真的能得到西边教宗的善意回应吗 阿拉克修斯对此缺乏信心 但又只能把希望寄托一次 非常巧合的是 此时东罗马皇帝求援的对象 罗马教廷的教宗乌尔班二世 同样也在教头烂额 北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居然敢扶持一个伪教宗对抗教廷 工人否认他的教宗正统身份 甚至还堂而皇之的在罗马建立了据典 也就是一个城堡式的办事处 同时由于教宗乌尔班试图改革腐败的教会 结果遭到了教会内部大量异己分子的围攻 为了加强自身的权威 教宗一直在绞尽脑子想各种办法 但是如果没法让上帝为自己显灵的话 说什么都像是在狡辩啊 这时东罗马求救兵的使者来了 恳请他不计前嫌去解救被压迫的基督教同胞 哪怕一小只几百人的军队也行啊 乌尔班二世听完眼前一亮意识到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如果他能够号召起这么一支援军 或许就能够获得东罗马皇帝的支持 你伪教宗有皇帝支持 难道我就不能有吗 而且通过支援东正教教友 他可能能够弥合东西教会分裂 这也会极大增加自己的威望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很快教宗就动身前往法国 召集姓众走上演讲台 对着台下上千名听众 展开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说 这些听众包括各地的主教和大主教 修道院的院长 还有无数的歧视和平民 甚至还有一些奴隶 演说词具体怎么写的已经没人知道了 后人看到的一些所谓演说词 大都是添油加醋的回忆 但可以肯定的是 乌尔班二世回顾了几百年来 穆斯林对基督教徒的迫害 描述了穆斯林对军事坦丁堡的威胁 号召人们走上上帝的军队 前往遥远的东方 去解放被异教徒压迫的基督徒 耶路撒冷的圣地 以及耶稣基督的圣母 由于要打出上帝的记号 于是他用基督教的十字记号 作为军徽 十字军就此出现 他还声称 对于那些致力于解放基督徒的战士 只要是出于全然奉献的精神 而不是为了荣誉和金钱加入十字军 他们的一切罪孽都将被完全赦免 在他们牺牲倒下的那一刻 他们的灵魂将直升天堂 而不会在炼狱里受苦 演讲过后 台下的人们都沸腾了 要知道 基督教强调人天生就有罪 所有人都知道 自己死后是要受苦赎罪的 本来欧洲人的生活已经那么恶心了 你告诉我 我死了以后才要受真正的苦 那是要多苦啊 现在好了 只要去东边杀人 就什么罪都没了 而且还能直升天堂 那还等啥呢 赶紧过去毁灭吧 据传说 有许多人哭着喊着 这是上帝的意志 疯狂的赞美着天主的仁慈和荣耀 沃尔班二世在演讲之后 还趁热打铁在各地巡回传道 王命的宣传加入十字军的好处 这一系列行为迅速的点燃了 整个天主教世界的宗教狂热 首先被调动起来的是社会底层的平民 然后是修道院虔诚的修士和朝圣者 最后是一些小领主和骑士 他们纷纷变卖自己的家产 田地和牲畜 换成金币和银币充当过路费 有一些人比较粗暴 因为筹不到足够的路费 于是就去抢劫城市里的犹太人 这些行为其实演变成了一场大范围的乡村暴动 在整个西欧和中欧蔓延开来 教终沃尔班二是给定的十字军出发日期 是1096年的8月份 但这些激情思义的信教群众 哪里等得到8月 在1096年的3月份就纷纷开始上路了 大量平民在数量较少的骑士带领下 形成了数只十字军队伍 总人数将近4万人 组成了东罗马皇帝祈求的那一小支部队 浩浩荡荡的开向东罗马帝国的领土 历史上一般把这第一波十字军浪潮称为平民十字军 因为平民十字军的出发时间太早 是在1096年的春天 那时候小麦等农作物还没有成熟 采购不到足够的军粮做给养 因此这波十字军出发不久 就遇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 再加上缺乏足够有力的军事将领进行领导 为了生存下去 他们只能到处抢劫 在匈牙利等地 平民十字军和当地的群众贵族发生了很多冲突 还对一些乡镇进行了劫掠 除此之外 平民十字军一路上还屠露了很多城镇的犹太人 因为他们认为是犹太人害死了耶稣基督 在美英祠地区 对犹太人的屠杀甚至成为了中世纪 西游最大规模的犹太人迫害事件 由于缺乏行军经验 在渡过峡谷河流等显要地形时 很多十字军要么摔死要么淹死 队伍出发不久就没了一半人 几只队伍就这么跌跌撞撞的行进到了东罗马帝国的境内 帝国各地的总督和官员 为了让这些救兵别再杀自己人 都尽可能的满足平民十字军的各种要求 于是平民十字军在1096年的7月至8月 陆续抵达军事坦丁堡 皇帝阿拉克休斯没有撩到西方的援军这么快就来了 而且规模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但在得知他们是一群战斗力堪忧的平民 以及他们一路上的光荣事迹之后 阿拉克休斯有些哭笑不得 这是来救我们的还是来抢我们的呀 于是他让美支抵达的十字军队伍 只在地独修整两三天 然后就赶紧派舰队运送他们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登上被穆斯林控制的小亚西亚地区 这些乌合之中一到达异教徒的地盘 马上就遇到了突厥人的部队 并不负众望的立刻全军覆没了 除了小孩和投降者受到赦免 大部分人都死在了突厥骑兵的铁梯之下 千里送人头的平民十字军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没了 但是被教宗打了鸡血的欧洲人 已经停不下来了 紧接着 下一波由正规军组成的十字军 在上一波还没有完全死完的时候 就赶紧出发了 估计认为去晚了 天堂都要整出房地产了 上去就没地住了 这一波十字军中 有大名鼎鼎的征服者威廉的儿子 诺曼底公爵罗贝尔领导的诺曼人部队 有夏洛林公爵 高福雷等人领导的莱茵兰部队 还有低地地区 法兰西和意大利等地的领主部队 与上一波平民十字军不同 这些军队是领主们率领的 职业化较高的贵族军队 骑士数量很多 军事素养 远非平民十字军可比 而且还储备了足够的给养 经过数个月的集结和行军 在1096年年底 这些军队陆续到达了军事坦丁堡 相比前一波乌合之中 皇帝阿拉克休斯 对这些西方专业军队 保持着高度的警军 这些人如果真是为了救援 帝国解放基督徒而来 那当然是好事 但万一这些人玩一出 顺便拿下军事坦丁堡的戏码 以东罗马目前的国力很难应付 他的担心是很合理的 后来的第四次十字军动作 就证明了这种事情确实会发生 十字军的领袖们 陆续和帝国皇帝阿拉克休斯会面 经过一系列谈判后 十字军和帝国达成了一项协议 帝国同意为十字军提供 集养和海军舰队等一系列支持 但十字军领袖必须宣誓 效忠东罗马帝国皇帝 十字军领袖本来希望皇帝阿拉克休斯 能够亲自领导十字军 但阿拉克休斯只答应 协助他们进攻尼西亚等较劲的地区 因为他觉得领导这么一群 异端天主教联军让他担惊受怕 毕竟对方人数实在太多了 在军中 皇帝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将军还是人质 在一系列扯皮之后 1097年上半年 十字军终于渡过海峡 与平民十字军不同 这群专业打架的人 顺利拿下了重镇尼西亚 完成了罗马皇帝最初求救兵的目的 但这个不到千人就能完成的目标 显然不能填补着超过三万的十字军的胃口 与后来人对十字军的认识不同 此时的十字军总体上还保持着团结 大家为了明确的目标而战 而这个目标就是400年前 被一角途占领的耶路撒冷 而他们的敌人塞尔州突厥人 已经到了王朝的中后期 统治集团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内斗 而内斗很快演变成内战 且战场远在东边的伊朗高原 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身后来了一群这些玩意儿 于是这三万多职业军人组成的十字军 得以不断攻城拔战 陆续拿下一系列重要城镇 两年时间打通了进攻耶路撒冷的道路 当十字军终于来到耶路撒冷城下时 发现圣城已经被南边埃及的法蒂玛王朝控制 看来趁塞尔州内乱摘桃子的 并不只有十字军啊 但不管城里是什么人 反正是一教徒就对了 杀了也能赎罪 此时十字军人数下降很多 想围城围不住 在近在咫尺的圣地呼唤下 十字军决定强攻耶路撒冷 毕竟他们已经被教宗的赎罪寻了 忽悠的确实可以说是誓死如归了 在高昂的士气 以及罗马皇帝支援的大型工程器械的加持下 仅仅过了五个星期 1099年7月15日 耶路撒冷被十字军攻陷 这座被无数基督教徒日思暮想的圣城 终于成了天主教势力的囊中之物 十字军进城后 立刻对犹太人和穆斯林展开了血清的屠杀 具体的死亡人数征印巨大 各方估算的人数从4000人到7万人不等 但据目击者的描述 圣城的街道上洒满了鲜血 在埃德萨清真寺 满地的鲜血甚至淹没了人的脚踝 很多手无寸铁的犹太人也逃进清真寺避难 最终被十字军纵火烧死 之后十字军将圣城的大多数清真寺改成了教堂 并在7月22日进行了一场宏大规模的会议 宣布成立耶路撒冷王国 选起高霍雷为王国的第一任国王 这波十字军动争就这样 以基督教徒大获全身而告终 十字军的胜利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 此后几十年 数个十字军所建立的小型殖民国家在叙利亚地区建立 这些十字军国家不断吸引西方到来的朝圣者 战士商人和学者定居 形成了无数个小型的基督徒定居点 为了保卫基督徒在朝圣之路上的安全 在教宗的授意下 医院骑士团 圣殿骑士团等超越国家的武装集团陆续建立 并慢慢成为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实体 教宗乌尔班二世因此达成了他最开始的目的 成功加强了自身的权威 1097年在外国军队的帮助下 他将伪教宗驱逐出了意大利 并成功对教会进行了改革 不过乌尔班二世并没有看到十字军的胜利 在耶路撒冷陷落的消息传到他耳中前 他就逝世了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 天主教神权开始逐渐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力量 几乎完全凌驾于军权之上 教宗可以肆意地开出国王的教机 进而直接开出国王 让君主们跪地忏悔来祈求宗教的宽恕 本来就权力不大的欧洲君主 这下更是卑微到了极点 为以后的阶级权力变更打下基础 围绕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有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 首先是他的发动时间 乍一看 这个时候才发动十字军 是一件很奇怪的行为 因为耶路撒冷早在阿拉伯崛起的七世纪 就已经沦陷了 东方的很多基督徒寄居去 早就被穆斯林控制 为什么过了将近四百年 才想起来救援基督教同胞 以及收复圣地呢 这是因为此时的穆斯林世界早就分裂了 塞尔柱帝国也到了他的中后期 各地政权相互攻发 无法统一对抗基督教世界 换句话说 统一的穆斯林世界 是来自西方的基督徒难以招架的 他们只能选择 伊斯兰世界比较虚弱的 十一世纪发动圣战 而首次十字军的成功经验 也验证了这点 第二个问题是动机 我们现在大都觉得 所谓的十字军 就是一群打着宗教圣战幌子 去东方抢劫的强盗 他们实际上是为了掠夺财富和土地 这种说法从最终的结果上看 也不能说不对 但并不全面 至少对于第一次十字军来说 宗教动机是非常强烈的 这点从平民十字军就能看出来 数百年来 欧洲落后的社会体制和残酷的封建压迫 让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大多数人都把宗教 作为唯一的心灵寄托 这时身为天主教代言人的教宗 突然站出来说 现在有个机会能够直升天堂 摆脱尘世的痛苦和罪孽 很显然 这种宗教上的诱惑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当时欧洲普通百姓 大都不读书也不识字 对东方的一切毫无概念 你就是让他们想象都想象不出来 他们又怎么会被东方的财富诱惑呢 只有亲自到了圣地 亲眼看到了金碧绘桓的清真寺 教堂和宫殿 内心身处压抑的贪婪猛兽 才可能被激发出来 只有这时 为信仰而战的战士 才可能蜕变成利益熏心的暴徒 甚至到后来 不惜将利刃挥向自己的基督徒兄弟 当然 这些都是之后的故事了 我们必须看到 宗教热情这种东西 在西方是确实存在的 是可以对政治 军事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 它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对客观世界产生作用的一种体现 并不完全是强盗 为非作歹的遮丘部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才能更深入的了解 西方文明的底层逻辑 看清被一身教思想塑造了 西方政治文化的真面目 其实一直到近代 这种圣战思想 仍然存在于西方人的思维深处 他们的很多行为 仍然遵循了十字军时期的逻辑 例如法国大革命后 历史学家约瑟夫米肖就认为 是十字军促成了大革命时期 法兰西的强大和屡战屡胜 铸就了法兰西的战魂 法国对非洲等殖民地的活动 也被包装成了新的十字军圣战行为 这种行为被认为是给 伊斯兰统治的落后世界 带去基督教统治的文明之光 1860年 拿破仑三世对即将前往 黎巴嫩的法国军队讲话时说 你们即将前往叙利亚 那片遥远的土地上 充满了伟大的记忆 你们将表辟 自己是那些光荣的 在那片土地上高举基督旗帜的 英雄们当之无愧的后裔 这种说辞 刺激了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让很多法国人 发自内心的觉得 自己的侵略 其实是为了非常神圣的意义而战 之后 比利时 德国 英国等国家 也有样学样 用十字军来形容 自己的帝国主义扩张行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 英国占领巴勒斯坦后 一本名为笨拙的杂志 发表了一幅名为 最后的十字军的漫画 以此来形容英军的占领行动 画中 诗心王理查 也就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主角 凝视着耶路撒冷说 我的梦想终于完成了 甚至直到当代 某些国家 对另一些国家 发动战争的时候 我们仍然能看到 十字军思维的体现 只不过 这次不再是以宗教的名义 而是换做了别的一些东西 轰轰烈烈的十字军运动 就这样开始了 东方的十字军热情 后来传递到了 整个基督教世界 在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 和北欧的波罗的海岸 类似的十字军 也将被组织起来 加入到冲击旧秩序的队伍中 这一期 我们主要梳理了 十字军运动的由来 以及十字军圣战思想 对西方的影响 接下来 我们会从政治和经济方面 分析整个十字军运动 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十字军运动 创造出一种 让人绝望的狂者 以杀戮为媒介 让欧洲人突破 大自然千山万水的阻隔 强行来到中亚 不可否认 这展现了宗教 在黑暗时代 对人的恐怖驱动力 以强迫原本 毫无瓜葛的 不同文明 进行激烈的交流 但是 当宗教的控制力 随着人们的认知变化 而衰退时 已经发生的文明间的对抗 又将向什么方向 和什么目的转变 本期视频的市场 已经快超标了 剩下的故事 后面再说吧 2003年12月13日 伊拉克时间晚上8点 萨达姆侯赛因 在家乡克里特附近的 一个农场 被美军抓获 这位纵横中东的枭雄 自此成为美国人的借下囚 最终被判绞刑处死 提克里特这个地方 真的可以说是 萨达姆的命运之地 这里不仅是他的老家 也是他最崇拜的 中世纪穆斯林国王 萨达姆的老家 他多次公开表示 对萨达姆的狂热惊讶 希望自己能够取得 像萨达姆一样的 丰功伟绩 在之前 萨达姆一路生前 迈向最高权力的时候 这个提克里特市所在的地区 甚至被单独化出来 命名为萨达姆省 生活在800年前的萨达姆 直到现在 都是中东地区 人们心目中 超级伟大的领袖 历史里 他的人设 慷慨 乐善好施 谦卑又睿智 而且极富歧视精神 因此 他被很多穆斯林 视为贤军的代表 由于萨拉丁是库尔德人 很多库尔德人 都把他看作自己的民族领袖 现在一直闹腾的 库尔德独立运动 有时候还能看到 他的旗号被打出 甚至在敌人的地盘 中世纪的西方 萨拉丁也享有 十分崇高的声誉 被当时的欧洲人 称为仁慈的萨拉丁 不过 基督徒对这位 异教徒统治者 更多的是心怀恐惧 因为他战胜了 欧洲人心目中的圣战士 十字军 再次把耶路撒冷 纳入到了穆斯林的控制之下 那么 问题就来了 耶路撒冷是怎么 被十字军搞丢了呢 上一期我们分析过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之所以能够 势如破竹 一股作气拿下耶路撒冷 最大的原因 是那时伊斯兰世界 陷入了分裂 然而 在耶路撒冷陷落 并被十字军屠城后 穆斯林世界大梦初醒 穆圣第一次登天 见真主的圣地 居然被西欧蛮子抢走了 真主可能不能保佑我们了 这还了得 于是 他们终于搁置内部矛盾 团结起来对抗十字军 在挡住了第二次十字军的扩张之后 萨拉丁登场 1171年 萨拉丁依靠政变控制了埃及 顺应穆斯林世界团结的大趋势 建立了强大的阿尤布王朝 并试着把影响力扩展到 阿拉伯 东非和叙利亚地区 力量的天平开始向穆斯林世界倾斜 萨拉丁上台后 虽然团结了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力量 但国内矛盾没有完全消除 之前统治埃及的法蒂玛王朝 是一个信仰世界派的国家 而萨拉丁代表的却是逊尼派的势力 我之前的伊斯兰世界讲过 二者的千年机缘不可挑合 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威 萨拉丁的目光投向了耶路撒冷 只要收回被基督徒占领的圣城 他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和权威 就会获得极大提升 也就有可能强行搁置矛盾 稳住国内的局势 这个剧情好像有点眼熟 上期的吴尔班二世 发动十字军东征也是这个目的 阿尤布王朝开始 步步蚕食十字军国家 冰封距离耶路撒冷越来越近 其实那个时候 中东地区的文明程度远超欧洲 战争物资 兵源甚至军事科技都强过十字军 而且还在本土作战 有地理优势 之前被十字军打败 是因为伊斯兰世界四分五列不团结 士兵也没有士气和信念 现在共同的敌人 以及超强的领袖萨拉丁出现了 情况就变了 虽然接下来一场场战役中 十字军与萨拉丁护有胜负 但战争形势已经被确定为 拼国力的消耗战 那么综合国力的差距 就已奠定了十字军的败军 终于在1187年的哈丁战役中 萨拉丁一举击败了庞大的基督教联军 升情了耶路撒冷国王盖伊 由圣殿骑士团 医院骑士团 和众多十字军国家的部队组成的 两万联军全军覆没 当年年底 圣城耶路撒冷被萨拉丁拿下 不过同样是攻陷圣城 相比当年十字军的残暴 萨拉丁简直可以说是秋毫无范了 他下令禁止破坏基督教的教堂和圣物 并允许城内大多数基督徒自由地离开圣城 有一些人被卖为奴隶 但最后都被萨拉丁和手下的人花钱赎身了 消息传到了西方的罗马 年老的罗马教宗听到耶路撒冷沦陷的消息 在巨大的伤痛冲击下直接当场去世 夺取耶路撒冷圣地就是十字军存在的意义 也是罗马教廷权威性的重要来源 不去攻打这地儿 还怎么忽悠基督徒给我们捐款 于是新任教宗刚上台 就赶紧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动争 英格兰国王世新王理查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菲特列 以及法兰西国王菲利普 从海路两路向圣地进发 发誓要夺回耶路撒冷 然而伊斯兰世界经非其比 萨拉丁已经借助夺回圣城积累了很高的威望 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参军加入到守卫圣地的过程中来 而且这个时候的十字军像当年的伊斯兰世界一样出现了内部矛盾 法王和英王之间爆发冲突 在军中相互给对方使绊子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菲特列则更加到位 在过河的时候直接被水淹死了 传说是不顾宣说非要游泳过河 被激流带走了 这导致德意志地区战斗力较强的十字军直接退出了 最终十字军只收复了圣地附近的一些城镇 到耶路撒冷城下时 士气丧尽 很快被城里的穆斯林反退回去了 世新王理查无奈的和萨拉丁单独签订了停战协定 理查答应放弃进攻耶路撒冷 英王也退出了剩下的十字军就更打不过了 十字军就这样永远丢掉了圣城耶路撒冷 直到近代的西方殖民之后 这座多灾多难的城市才会再一次被基督徒 以及后来的犹太人掌控 经过三次十字军东征 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矛盾看上去是被激化了 但基督教世界对穆斯林的整体观感反而变好了 因为文明在战争的同时也有文化交流 欧洲人发现很多穆斯林骑士 英俊浪漫且富有他们所谓的骑士精神 穆斯林女性聪明美丽又博削多才 很多十字军将领在东方学习穆斯林的礼仪和文化 甚至引以为豪 有些人还从穆斯林那儿学会了洗澡 穆斯林的军事技术和科学知识 也被欧洲人学到最后带回欧洲 一些欧洲上层贵族和知识分子 在这些知识的作用下 开始改变自己狂热激进的想法 编着现实主义起来 面对天主教的教义和典籍产生了一丝怀疑 神权有了被动摇的基础 虽然少数人对神权开始质疑 但此时的十二至十三世纪 借助十字军运动 天主教神权正处在自己的巅峰时期 教宗跳过国王和皇帝 直接号召信头服从教宗的命令参与圣战 从而拥有了欧洲最强大的兵权 这就能让广大的小领主和平民 直接听命于教宗 从而削弱了封建体系下 领主对附庸的控制令 让皇帝的权力不断下降 一一九八年 三十七岁的伊诺森三世当选为教宗 相比于五六十岁 听个大新闻就猝死的前几人教宗 这位新领袖可以说是很年轻了 伊诺森三世雄心勃勃 精力充沛又激情四义 在听闻第三次十字军失败之后 他立刻决定发动新一轮十字军 不过这次十字军的召集非常艰难 英国和法国因为之前结下了梁子 此时正打得不亦乐乎 神圣罗马帝国也在发生内乱 缺乏国王和皇帝的支持 教宗被迫亲自下场去各国奔走演讲 拉起一帮中小领主 组成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队伍 和之前不同 这次十字军的目标选为埃及 而非耶路撒冷 一方面是因为基督教刚跟穆斯林 签订了耶路撒冷的停战协议 另一方面是基督徒意识到 如果不首先拿下埃及作为自己的行动基地 穆斯林可以源源不断的 在人口众多的埃及招募军队仇所补给 耶路撒冷圣地即便拿下也很难保住 所以先打埃及看上去是一个正确的计划 但埃及比耶路撒冷更加靠难 十字军如果走陆路前往 就必定会经过大片穆斯林控制的区域 估计还没到达埃及兵力就消耗完了 因此走海路是唯一的选择 那么哪里找寻足够的船只 来运输十字军战士渡过地中海呢 此时的东罗马帝国因为无休无止的内部斗争 财政几乎枯竭 不想再供养十字军这帮大爷了 教宗只能寄希望于威尼斯 这个新兴的商业城邦的支持 威尼斯共和国的总督意识到 这是发战争财的机会来了 于是威尼斯与十字军谈了一份协议 协议规定十字军交付85000银马赫租金 以及未来战利品的一半给威尼斯人 威尼斯人则负责一年内的人员运送 以及提供运输船和战船 然而随着十字军逐渐集结于威尼斯的港口 威尼斯人发现十字军的人数远远小于预期 这导致他们根本凑不出约定的8万多佣金 甚至连一半都付不起 这让威尼斯总督非常不满 他告诉十字军领袖 如果凑不起工钱 就老老实实打道回府吧 十字军们砸锅卖铁架抢劫又凑了点钱 但仍然远低于约定数额 不过 于是给了十字军另一个选择 如果他们愿意帮助威尼斯打击商业竞争对手 也就是攻打亚德里亚海东岸的扎拉城 威尼斯愿意减免一部分费用 听到这个建议 十字军发生了分裂 一部分人不愿意攻击基督教同胞 决定从哪来回哪去 另一部分人觉得 为了能打败异教徒杀点同胞算什么 于是就跟着威尼斯人走了 从这一刻开始 这次十字军为钱打仗的味道越来越浓 于是在1202年的11月 十字军抵达扎拉城 并在十多天后攻陷了他 尽管城内居民反复强调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但十字军仍然对城市展开了凶狠的截掠 得到的战利品被十字军与威尼斯人挂分 教宗伊诺森三世得知这一切后大发雷霆 你们十字军可是打着教廷的迷号在干事啊 这不是抽我的脸吗 他一怒之下 把所有十字军开出教级 不过事后发现 不好 教廷没了 十字军可能就没兵权了 伊诺森三世又无奈的恢复了十字军的教级 教宗这样的反复无常消耗了自己的权威 可以说从这里开始 伊诺森三世已经失去了对十字军的掌控能力 十字军的攻陷扎拉城后尝到了一些甜头 感觉好像打击基督徒的城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在这时 威尼斯人送来了一份更加诱人的建议 帮助威尼斯人攻陷军事坦丁堡 这个基督教取得最初合法地位的千年古都 一直以来 威尼斯都不满于东罗马帝国在贸易上的竞争 也更是早就垂涎于金士坦丁堡的财富 现在有了能打败东罗马的机会 他们可不愿意放弃 此外 东罗马帝国内斗落败的皇子这时候也找上门来 许诺只要十字军帮助他登上皇位 就帮助十字军偿还一切欠款 再支付给他们二十万银马克 并让东正教从此听名于天主教 巨大的诱惑在招手 十字军终于被贪欲恶魔的地狱打动了 于是 一二零三年四月 十字军坐上威尼斯人本来为他们攻打 埃及异教徒准备的运输船 开向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向基督教同胞展开进攻 十字军的突然到来 让军事坦丁堡守军猝不及防 由于财政吃紧招不到人 此时城内只有很少的守军 十字军对军事坦丁堡的围城顺利展开 很快占领了军事坦丁堡的外围地区 一二零三年七月 城内的老皇帝在压力之下同意退位 让那个落败的皇子成为新的皇帝 但这位新皇帝在凑前给十字军付款的过程中发现 他严重高估了东罗马帝国此时的国力 他对十字军做出的承诺根本无法达成 这彻底激怒了十字军 在耐心被耗尽后 一二零四年四月十三日 十字军完全攻陷了军事坦丁堡 皇帝没钱就抢平民 对这座千年帝都的全面截律开始了 无数基督教的圣物 艺术品和壁画遭到了十字军的哄抢和破坏 十字军和威尼斯人总共截略了价值90万英马克的财物 军事坦丁堡塞马场的青铜马被运往威尼斯 装饰在著名的圣马克大教堂的立面上 作为这场伟大战争的战利品一世纪年 帝国的权力中处受到破坏 无力阻止反击 于是在战争结束后 十字军和威尼斯人瓜分了东罗马帝国的领土 建立了臭名昭著的拉丁帝国 第四次十字军运动完全背离了十字军最初的宗旨 要知道 现在打手打死了雇主 十字军的名声就此失去神圣性变为暴徒 所以后续几次十字军东征失去支持 都没有什么大的战果了 东罗马帝国此意几乎亡国 后来虽然复兴重新夺回了军事坦丁堡 但再也无力恢复曾经的繁荣 最终在15世纪被绿罗奥斯曼帝国彻底灭亡 自此连年的战乱让东地中海地区 没有了能垄断海上贸易的实力 威尼斯热纳亚这样的商业城邦开始迅速崛起 这些商业城邦直接代表了商人的利益 参与到整个欧洲的政治博弈之中 商人阶级开始成为独立于王权和神权的一级 登上欧洲历史的舞台 十字军从东方掠夺的海量而丰富的商品涌入欧洲 欧洲的统治阶级借机积累了大量财富 于是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有了物质和阶级的基础 东方的十字军运动接连受挫 第四次十字军还欺负起了同教兄弟 这严重打击了十字军的名声 教廷意识到再这样下去 自己的权力可能就要缩水了 他必须再杀一教徒 既然向东的十字军运动搞坏了 那就换个方向 穆斯林扩张时期可是把伊比利亚半岛占了个大半 那我们就向南再杀一教徒 在罗马教廷的支持下 基督徒们向南开启了新的战场 由于南方的穆斯林还在内乱之中 基督教的军队得以一步一步向南推进 开始了所谓的再征服运动 经过持续的努力 十字军以及其他基督教军队 逐步把穆斯林打退到直布罗托海峡以南 随后建立了几个天主教国家 葡萄牙 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等王国逐渐形成 后两个后来合并成了现在的西班牙 也就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再征服运动 创造出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现代国家 而这两个国家正是大航海时代殖民活动的最先锋 由于处在对抗穆斯林战争的最前线 不停地赚钱 格外看重自己的商业利益 急需用钱是两国走上海外扩张的重要原因 基督徒们在收复失地的过程中 攻克了托莱多等文化中心 穆斯林们收藏了大量阿拉伯语文化的典籍 深深地震撼了欧洲人 这些典籍很多其实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欧洲先贤们的作品 只不过在西罗马帝国崩溃的混乱局势下 被西欧人遗失了 基督徒对这些典籍兴趣浓厚 他们觉得穆斯林的强大可能就是从这些典籍中获得了智慧 于是欧洲人蒙发出要复兴穆斯林典籍中记载的过去的欧洲的荣光 就此打下了文艺复兴的文化基础 教廷觉得向南打得不错 我们还可以向北打 虽然北边最大的威胁 维京人已经被通化了 但还有一些人畜无害的波罗的海民族集团 他们是欧洲最后一群信奉多神教的异教徒 一直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 于是在北方的波罗的海沿岸 教宗受益建立的条顿骑士团积极地和多神教信仰的立陶宛人 利沃尼亚人的民族作战 最后迫使这些民族改宗天主教 德意志地区的殖民者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了若干城市 努力发展这些地区的虎炮木材贸易 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吕贝克 汉堡和布莱梅等商业城市 在条顿骑士团的军事支持下 组成了汉萨同盟 相互保障贸易的安全和自由 也帮助德意志和低地地区的商人 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 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地位由此奠定 从英格兰的伦敦到罗斯的诺夫哥罗德 庞大的北海波罗的海的贸易网建立了起来 北欧地区的商品经济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往北往南都打得不错 教廷又在想还能打什么 往西还不知道有北美洲呢 大西洋现阶段也过不去 那我们就打自己人里面不太听话的 基督教世界里我是天主教 那不是含有东正教和其他乱七八糟的基督教分支吗 于是在法国南部 神圣罗马境内的波西米亚以及意大利 打击基督教分支信仰的狮子军辞取比赴 这些小规模狮子军的最大贡献 就是恶化了普通民众对教廷的观感 因为此时的狮子军运动可以随意树敌 贴上墨血友的宗教罪名就可以迫害任何人 教宗天主代言人的光环越来越弱了 十字军运动的历史纷繁复杂 这场长时间的暴力运动 把中世纪晚期的政治秩序搞得一团糟 最终让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建立了起来 如果我们试着把各地的十字军运动标在地图上 就能够发现 东方十字军塑造了东南欧的政治格局 再征服运动塑造了西南欧的政治格局 北方的十字军塑造了北欧的政治格局 而针对异端的一系列小十字军运动 也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中欧和西欧的政治格局 这么一看中世纪晚期欧洲各地的政治格局 就被十字军搅动了个遍 如果再算上应发百年战争的影响 那么欧洲近代的整体格局其实已经确定下来了 各地原来的王权皇权被十字军代表的神权冲得七零八落 也与各地十字军带来的平凡军事动员 农牧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各地的封建领主很难依靠稳定的农业税收维持财政 他们被迫更加依赖商业税收增加收入 而为了让商人赚更多的钱来提高税收 他们又必须给商人更大的政治权利 这就导致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商人阶层的规模也逐渐壮大 手握巨量财富的商人可以随时招募庞大的供应军保卫自己 也可以干预各方的战争 直接改变军事冲突的结局 十字军原本是打着上帝的旗号向外征法的 但欧洲人的眼界也随着十字军的征法向外拓展 意大利北部的艺术家和学者 利用十字军从东方获取来的财富与知识 以及在征服运动获得的古典时代的文献典籍 创造了大量的文艺复兴艺术作品 正式拉开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大幕 而十字军在后期的一系列残暴的对内暴力行为 激起了人民对神权的不满 新的认知以及文艺复兴的著作成了挑战神权的游历武器 与宗教权威完全对立的人文主义思想开始在欧洲传播 新世界诞生所需要的经济 政治 文化环境已然成熟 天主教神权开始衰落 军权开始试图复兴 并与神权展开激烈斗争 这时候商人阶层的战队就显得尤为重要 不同于中国古代 皇权一家独大主导一切 君主 宗教和商人在欧洲形成三方博弈 商人阶层在左右逢源之下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并逐渐和更现实主义的君主们达成了更多的合作 让他们能在国家的保护下掠夺殖民地的资源 同时也在大洋上架着皇家撕掠船 奉旨打劫别国的商道 于是 成敦的黄金从新大陆运往旧世界 满载胡椒和丁香的商船在印度洋上来来往往 小则放在强烈的市场需求下逐渐成长为工厂 因为技术的发展可以带来更加强大的侵略力量 所以掌权者开始大笔资助学者探索自然规律 科学革命彻底摧毁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固有人知 文艺复兴让神权彻底衰落 不再具备威胁 欧洲君主们开始拥抱专制制度 竭力家乡自己的权威 终于他们把矛头对准了商人 开始打压商人的权利 试图学习东方意志商人的基本国策 然而此时 商人阶级已经不再弱小了 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资产阶级 通过把海外知名的原始积累投资于工业革命 生产力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碾压了一切旧的生产方式 现代化的进程已经启动 任何旧时代的封建力量都无法对抗新时代的来临 于是 在启蒙思想的武装下 资产阶级走上了直接对抗军权 夺取最高权力的道路 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在各国爆发 火炮轰鸣过后 王冠一顶一顶落地 欧洲的资本主义终于破土而出 长成了参天大树 曾经野蛮落后的欧洲一跃成为了世界的中心 开始操控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命运 欧洲松散 分裂碎片化的政治格局 在十字军之后被强化 战乱拼发 矛盾加重 人民的苦难相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谁都没想到 这一切反而成了资本主义诞生的催化剂 让西方完成了对东方的残酷逆袭 而东方在稳定的皇权独大的体系下 虽然也有着许多围绕权力争夺的故事 但中华大地大部分时期都是无故事的安宁时代 而西方的历史似乎从来也没有安宁过 这不仅让现代的人们思考着一个问题 对人类的未来来说 到底哪种类型的政治结构更适合发展呢 西方的逆袭固然震撼 但要牺牲从现代开始的数代人的幸福和安宁 来换取一个分裂 混乱 愚昧的世界 进而把一切希望堵在虚无缥缈的未来 这一切又有谁能接受呢 彼之蜜糖 我之砒霜 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放置四海而皆准的文明模式 所有模式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和问题 我们绝不能照顽别人的成功经验 更何况这样的经验带来了无尽的掠夺与杀戮 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 先进的生产力是否得到保护和发展 只要能保证先进的生产力不被打压 社会的发展就不会落后 实事求是 因地之余 立足于现在去争取未来 也许会蜿蜒曲折甚至血雨腥风 但文明无法停止前进 我们仍然会不断飞跃 迈向人类文明的下一个时代 而下一个时代是好是坏 我们无法定义 但是放下固有认知抛弃过去的天经地义 随时能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 去适应环境的变化 才是生存的唯一准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